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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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中97歲的阿嬤仍然精神奕奕 佳和社區舉辦了頭牙活動 準備了豐盛的餐點 讓社區的長輩們共同享用 長輩們吃吃喝喝 聊天寒暄 紛紛表示開心愉快 我來這裡很高興 很深色 大廳大家很高興 很深色 你咧 你有深色嗎 有 我覺得 五六 大家 米花有 來這裡 說這個有的 大家 這樣 說到 說到 大家 大家快樂 來加這 酒會來 加這社區 是 真好 大家來吃這個飯 吃得 開心 吞噹 笑 嗨嗨 佳和社區的愛心食堂 本來是一週一日 後來改為一週五日 在活動結束後 集中用餐 對長輩們的健康維護 有很好的成效 老人愛心的食堂 把它花揮到一個很好的作為 本來是由一天 它有改為一個禮拜為五天 那這個 我們老人家在這個食堂上 在整個一個 集中用餐之後 把老人家的一些身體健康 把它做了一個很好的照顧 包括一個 身體健康上都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加和社區 能夠繼續把這個 一些老人的一些健康 能夠照顧得更好 議員賴燕雪對加和社區辦此活動相當肯定 俗話說 頭牙不吃尾牙空 頭牙的活動不但讓長輩吃得開心 也讓傳統的習俗繼續流傳 我們有看到說加和社區的用心 在那幾年的時候 就有吃尾牙 那麼今年的頭牙 理事長也非常的用心 準備很豐厚的一個食材 跟我們的長輩一起來同樂來吃頭牙 我們常常說一句民宿話 我們說頭牙不吃尾牙空 所以由此可見 加和社區的這些長輩 非常的重視這個民俗傳統的節慶 所以頭牙準備很豐富 跟我們這裡是大共同來統統 也希望說 經過這個頭牙以外 我們今年每一天都可以過得很平順 很快樂 很健康 那麼尤其因此是加和社區的一份主 非常認同我們加和社區理事長的用心 加和社區一向在社區發展 與長輩的照護有相當好的成績 頭牙的舉辦 理事長也發給長輩紅包 不但讓長輩開心之外 也凝聚了所有人的情感 民意新聞林佳慧南投採訪報導